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9号晚间8点56分 第一趟试运转列车以时速20公里从崇德站开出 顺利通过事故现场 紧接着第二关 速度再提高到40公里 电力耗制设施也都正常 第三关时速60公里 和人崇德一来一回 晚间10点多 宣布完成运转测试 初期的研印速度 刚刚在我们的一个联合检查的一个会议 结议 暂时以时速40公里来运行通过 清水隧道事故路段 虽然提早完成修复 但依旧得等到4月16号 台湾市西及相关土木济湿 隧道检修出炉和施作安全防护为例完工 才会通车 严格确保安全性 不让意外再发生